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我是金然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转发推荐 普京本来是个人狠话不多的高冷人设 最近在一天之内却一句狠话跟着一句软话 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记得普京在5月28号的时候 曾经点名拜登威胁说 他知道俄罗斯有核武器 同时 他也应该意识到美国面对的是什么集团 他应该马上与我们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而不是等待战争扩大到中东和东南亚 到了6月5号 普京一边说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正在考虑提供远程的攻击性武器 给某些国家和地区让他们袭击 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国家 同一天呢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强调什么 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攻击北约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就在普京对北约放大 北约的那些领导人们正在法国汇聚 6月6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西方人称之为第一队 是二战时呢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日 80年前的这一天啊 15万的盟军战士在20万海军人员的支持下 登陆诺曼底海滩 当天啊 抢滩登陆之中就大约有5000名士兵阵亡 而这次登陆是二战的一个转折点 是最能彰显如今北约价值观的一段历史性事件 为了保卫国家不被侵略和蹂躏而战斗到底 也是历史上啊 被侵略国家团结一致 扭转乾坤的日子 而就在6月6号当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携夫人访问法国 首先抵达了诺曼底 可以说呀 到达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具有代表性 泽连斯基参加庆祝盟军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 当一名记者问泽连斯基 是否希望有一天乌克兰同样也发动 如诺曼底一样的两栖登陆时 泽连斯基回答说 是的 我希望如此 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上出现了这样一幕 泽连斯基向二战的老兵致敬 而老兵呢 则脱帽表示 我经常想到你们为你们祈祷 同样是在6月6号这一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说 西方国家有权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Ukraine ha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we have the right to provide support to Ukraine and as I said allies are providing support to Ukraine in different ways NATO has no plans to deploy forces to Ukraine we are focusing on how we can establish a more stronger framework for our support with the with the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ed framework for the support to Ukraine and how to establish an agree long-term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ensure that we stand by Ukraine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最新消息 6月6号乌军再次对俄国本土进行了打击 俄国的罗斯托夫地区的新沙赫金斯克炼油厂 遭到了攻击无人机的袭击 这座炼油厂距离俄乌前线有170公里 产能为每年500万吨油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是火光冲天 乌克兰情报总局在6月6号公布了 乌军的无人快艇摧毁在克里米亚的俄军脱船土星号的视频 随着西方军援陆续抵达前线 乌军这两天在前线在三个重要地区取得胜利 在沃夫尚斯克地区发起了反攻 并且收复了部分失地 还俘虏了大约60名俄军士兵 乌军的第79旅击退了俄军在武勒达尔附近的一次大规模的装甲车进攻 俄军的五辆装甲车被击毁 在乌冬的战略重镇查夫西亚尔消灭了几百名的俄军 有人可能对俄乌前线一直以来的这种胶着状态感到困惑 给大家一个数字 大家就应该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双方是打来打去 好像也没什么大的进退 两年前俄军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 是动用了18万的军人 那么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有40万俄军在乌克兰的领土上 现在怎么样呢 有55万的俄军集中在了俄乌边境和乌克兰境内 也就是说啊 虽然俄军从开始的快速大面积占领乌克兰 甚至差点拿下基辅到乌军 不断夺回失地 但两年多的时间里啊 普京是在不间断的输送更多的俄军到乌克兰 双方目前有上百万的大军 在千里战线上熬战 每个月都有大约四五万人的伤亡 可抢而知战争有多残酷 6月5号 北约透露说 计划以美军为主力 会组织一支总数为30万的快速反应部队 应对俄罗斯对北约的进攻 北约的计划是开辟五条路径 分别以挪威 荷兰 意大利 希腊和土耳其 为基地 一旦俄军和北约发生了直接冲突 可以让北约的军队呢 从挪威和荷兰 直接的进入俄国和白俄罗斯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从意大利 希腊和土耳其 进入到乌克兰 与乌军 并肩作战 我想啊 这也就是普京突然对外表态 绝不会进攻北约的一个原因 因为北约已经进入了动真格的战略布局阶段了 而就在此时呢 俄罗斯内部出现了喊电的不同声音啊 竟然在俄乌战争战火正列的时候 把牵口转向了中国 最近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马尔丹 公开的宣称 俄罗斯真正的敌人 不是乌克兰 也不是美欧国家 而是中国 他表示说 无论何时都要防范中国 哪怕是在俄乌战争 美国和西方的围堵制裁之下 真正的敌人 只有中国 无独有偶啊 俄罗斯的最高杜马的议员 也公开表示说 说俄中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若美国能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俄国愿与美合作 共同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可让为了俄罗斯和普京的安危啊 担惊截律 声嘶力竭 废寝忘食的那些中共的小粉红们 是情何以堪啊 而在中国 原国防大学的教授叫龚方斌 因为说了几句大实话而被处罚 龚方斌针对普京的来访表示说 俄罗斯越是急切的迅速寻求与大国的接近 往往意味着前线战事愈发紧张 战争潜力愈发堪忧 其实啊 两年前当俄乌战争刚刚打响之后呢 龚教授就给出了三个判断 一是俄罗斯必败 二是战败之后 俄罗斯必然会倒向西方 那么第三个判断就更加扎心了 龚教授是直指俄罗斯战败之后 必会拿另外一个大国作为投名状 抛向西方作为献礼 结果呢 龚方斌教授就被中共全军通报批评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俄军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呢 俄军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将近千座 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建筑 其中就包括了106家的医院 109座的教堂和708所的图书馆和教育机构 泽连斯基最近明显是有所指的 对某大国枪声 他是这么说的 有人总是摆出一副和平使者的模样 来劝我们跟俄罗斯谈判 可是他们却选择性的忘了 俄罗斯的军队现在还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 炮击我们的村民和平民 他们怎么不去劝普京退出我们的土地呢 6月6号 多家媒体表示说 哈马斯已经拒绝了白宫最近提出的停火协议 有评论就指出说 不是哈马斯不想停火 是因为美国这个停火协议里边的基础 是要他释放所有人质 而现在怀疑哈马斯手里有的恐怕只剩下人质的尸体了 要是答应了 那不就等于露馅了吗 而拜登最近在他的采访中的透露了自己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分歧 拜登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访问的时候 批评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说他因为政治目的在拖延加沙的战争 拜登还承认他与内塔尼亚胡 在加沙战后管理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等于是从以哈战争开始之后 美国政府与以色列政府之间产生的最大的嫌隙了 而对于拉法的扫荡呢 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存在的三个战斗营 有一个现在是分散到了加沙的中部地区 而另外两个主力营仍然驻守在南部边界城市拉法的地道中 最近乙军在拉法发现了一条主干道超过了两公里长的哈马斯的地道 而这个地道呢又是和埃及边境相连 居然有25个地道出口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明了近期的战场目标 是要在6月底以前 乙军在拉法要清除哈马斯地道和武器库 以色列的另一个动向 就是加强了对黎巴嫩南部珍珠党的打击 也是因为最近珍珠党对以色列本土多次的火箭袭击 造成了以色列战时内阁中的一些人 甚至主张近期就把打击的重点放到珍珠党头上了 6月4号晚上 以色列发动了攻击 珍珠党的一处弹药库被炸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代杂志4日刊出了对美国总统拜登的专访 拜登再次被问到了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 记者提到了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评估说 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要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攻打台湾 记者询问说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呢 拜登的回答是如果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我们事实上不会不保卫台湾的 记者就追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派兵到当地吗 会采取何种形式呢 拜登是这么表示的 不排除动用美国军事部队 好了这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请点赞留言都是会帮到我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就请转发推荐给其他人 当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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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